原标题 而是因为冲撞了蒋介石 宣霞复是黄浦一期生 因其年龄较长 入学前已经参加过很多社会活动 所以在学生中间很有威望 但宣霞复是个刚正不明的人 加上有学生逞拗 所以学校里凡是不符合规定的事 他都要管这一管 所以刚刚入学两个月的宣霞复 在发现学员队的郭敏党党小组组长 并非是由公开选举产生时 宣霞复立刻给蒋介石写信 要求重新选举 但这组长本就是蒋介石指定 这下可让蒋校长非常难看 下令要惩罚宣霞复 但当时宣霞复已经加入共产党 本就和蒋介石不对付 于是拒不认错 蒋介石一气之下 就将宣霞复赶出了黄埔军校 使金子到哪都会发光 北伐战 真实 宣霞复得到冯玉祥重用 在北伐时立下战功 关拜陆军中将 台陆直国明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 成为政治部主任 宣霞复本想在这里依然宏图 报效祖国 却发现冯玉祥是个为了蒋介石放弃民族大义 开始压迫共产党的人 于是愤然离开 回到组织的宣霞复与里克农成为密友 所以他的工作也渐渐转入地下 全民族统一抗日战线形成后 宣霞复表面是八路军高级参谋 主要负责统战工作 实际上 背负调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 这种危险的工作 自然有风声传到蒋介石耳中 本就与宣霞复有过节的蒋介石更加怒度可恶 但碍于国共合作的大局 蒋介石不好下手 便派蒋鼎文对其利用 妄图拉拢宣霞复下水 但面对金钱美女 高官厚禄 宣霞复不为所动 不肯罢休了蒋鼎文 提出送宣霞复出国留学 以期宣霞复不要在他身边捣乱 但宣霞复自然看 破了蒋鼎文的小伎俩 继续自己的正常工作 无可奈何的蒋鼎文 将情况汇报给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经动了杀心 委托军统执行一次秘密活动 随后军统趁着宣霞复孤身一人时 将其秘密杀害 并且将宣霞复的尸体藏了起来 从此宣霞复如同人间蒸发 共产党虽有不好的预感 却查不清事情的真相 直到十三年后 杀害宣霞复的凶手才浮出水面 挨了宣霞复遇害的真相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